她是來自巴西的楊高飛 今年56歲 來台灣有5年的時間 5年時間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楊高飛已經相當融入 台灣的生活當中 走入傳統市場 跟家庭主婦一起買菜 是她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 週禮拜 禮拜二 禮拜二 對 禮拜二 回到店裡 楊高飛在幾乎全透明的料理台上 開始處理食材 不過這時候卻傳來笑聲 這是給你融入嗎 站在楊高飛旁邊的 就是楊高飛的太太楊怡璇 一張白皙的娃娃臉 看不太出來 已經當外婆了 楊怡璇七歲就跟著家人 移民到巴西 因此在巴西結識了楊高飛 但一個意外 讓楊怡璇說服楊高飛 舉家搬回台灣來 回來原因是照顧外公 可是拉公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我想她就不捨得丟下她 我就叫她們回來 來來去去的客人 有些是老客人 有些是新客人 但對楊高飛來說 每一個客人都是她最珍貴的老師 觀察是她最好的客服管道 她吃的時候 她吃的時候 好香 好吃 所以你會觀察客人的臉 她有什麼 我問她 好吃嗎 還好 為什麼還好 晚上的時候 回家 我想一想 或許就是這份 濃到分不開的愛 才讓楊高飛決定 要飛過大半個地球 到這個十分陌生的國度中 與心愛的妻子 與家人團聚在一起 成為正港的台灣新住民